大家好,現在是鼠聯開始之後的第一次節目跟大家見面 讓我不幸言中,我說我每年都攻足中國 就是希望它富強而開明,但是富強容易開明難 現在大家可以看它正因為不開明,所以令到全國受難 亦都令到全世界陷於這個災難的邊緣 所以我只能夠再講一次,不希望中國現在在鼠聯裏邊 繼續鼠背橫行,也都不要鼠目寸光 因為現在就是鼠目寸光鼠背橫行 令到現在整個中國都被這個疫情控制住了 好了,今日我主要跟大家講三件事都是跟疫情有關的 第一件事就是說,現在共產黨說我要控制這個疫情 所以馬上成立了由中央最高領導人指揮的抗疫小組 我就是從抗疫小組的名單和他們現在的政策 跟大家分享一下究竟共產黨是用甚麼思維來對待這次的抗疫工作 第二點會跟大家講的就是現在世衛有他的總幹事去到北京 中共領導人真是高規格接待了,習近平都見他了 究竟中國跟世衛有甚麼關係 或者世衛現在暫時不將中國列入個緊急事故的名單裏面 中間有沒有甚麼巧妙呢?從這個再看下,中國說中國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 但是在這個疫情蔓延的情況之下,中共有沒有對全世界負過應負的責任 第二個問題會跟大家講這點,第三點就是我上個禮拜都講過 為何中共不斷掩蓋那個疫情,原來最近有消息以至有傳達 就是必需要抗疫,否則中國經濟會怎樣差怎樣差 原來他是考慮從經濟上去想問題的,所以跟大家分享這三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那個名單,現在中共說我很高規格,是有一個名單出來的 好了,我們看看名單先,名單就是組長李克強,是政治局常委第二號人物 跟著他是國務院總理,調度資源等等,他最厲害,即是權最大的 副組長是誰呢?副組長是黃滬寧,即是政治局常委的第五號人物 大家看到兩個政治局常委很厲害,我待會再跟大家對比一下03年的時候的名單 成員裏面有甚麼呢?丁薛祥,黨校,還是習近平的寫手 跟著孫春蘭,國務院副總理,總理做組長,副總理做副組長,厲害 還有黃坤明,政治局成員蔡奇,北京市市長,黃毅國務委員 跟著趙克志,蕭哲等等 大家看整個規格可以說是比03年,17年前沙士之後的抗疫工作 整個規格是高的,以前那些成員多數是副部級的成員 現在是政治局,而且是高過一般部長級的 看到整個規格是高了,共產黨的解讀就是說,你看我們多重視 我經常跟大家說,你要看中共的東西,你不要單單看它表面 你還要看它的背後運作是怎樣,和它反映出來的甚麼問題 我們對比一下03年的時候沙士那時候的指揮部,即是抗沙士的指揮部 當時的組長是誰,即是總指揮,吳儀,鐵梁子,是國務院副總理 做得野之人,跟著副總指揮是華健敏,就是當時的國務委員 跟著我們先對比一下成員的結構是怎樣 原來03年的時候那個抗疫小組裡面是有很多專業界的領導層在這裡 譬如說今次大家看到一定是跟衛生有關的 所以當時的衛生部常務副部長高強就是成員裡面的主要負責 即是它是直接負責衛生、健康、防疫等等 而當時為何不是部長張文康入這個小組呢? 大家都知道現在事後揭翻出來 就是當時江澤民地派張文康、胡錦濤等派張文康到廣東 結果他就是跟當時的廣東省委書記張德光,大家打龍通 就說大家不要將疫情擴大得那麼緊要,要掩著它 然後就不要影響經濟、旅遊投資 張文康回到北京之後就跟中央講廣東有疫情,但是搞定了 就是因為這樣隱瞞,整個SARS就擴散了 結果國內自己公佈死500多人,香港死了299人 所以當時就將高強放入名單裡面 我們再看看還有其他實務部門的,除了高強之外 當時的質檢總局局長李長江,因為他就要看了 質量檢查,防禦措施口罩救護袍,醫護人員用的袍 你的質量碰不碰,大家有沒有看見今次有些醫務人員,武漢那些 他用視頻給大家看,我們收到防疫的衣服,拿起來特別輕的 為甚麼呢?一打開它,這裡穿空的,怎樣防疫 然後轉頭給人看,這裡又穿空的,即是那些活動的位 當時為何要找李長江質檢局局長在裡面,就是防止我們要保護醫護人員 現在的名單裡面一個實務工作的人員都沒有 大家可以看反映了甚麼思維 當時的名單裡面,還有一個就是農業部的副部長,他是劉堅 為甚麼當時會找個農業部的人在裡面呢?理由很簡單 就是他們共產黨都覺得沙士是全國爆發,城市裡面大家就懂得防疫 農村裡面資訊又不夠,防疫口罩甚麼都不夠 所以他就要找一個農業部的副部長坐進去,照顧農村裡面的防疫工作 你看看,對比起現在,當時是不是很實務的? 當然當時還有公安部的副部長,當時是田祺玉,我記得 跟著就是宣傳部,當時宣傳部都有個人的,吉炳軒等等 整個名單裡面,當時還有外交部,外交部是大秉國 教育部呢?教育部當時是由部長周濟坐在那裡的 你見到整個是實務營的統籌 我們現在看看今時今日的抗疫小組,剛才講過成員名單 再詳細跟大家分析一下,那個名單裡面,大家有沒有發覺 負負責宣傳或者握輿論工作的,裡面有三個人 第一個就是副組長王滬寧,他就是三朝元老是靠想事 所謂想事就是幫領導人去良體才衣,做一個政治包裝 江澤民的三個代表,胡錦濤的科學發展官 到現在習近平思想,很多都是王滬寧搞的 所以找王滬寧坐在那裡,第一個他就是要看這個宣傳工作 他現在也是中共中央的宣傳及意識形態領導小組組長 雖然他也是有研究外交,但現在外交不是他的工作 所以第一個你看到王滬寧,第二個黃昆明 黃昆明現在是中央宣傳部部長,為何要放他在那裡 就是因為共產黨看到只要控制宣傳及輿論,不要等負面消息周圍發放 政府的工作容易做,所以騙到人了 這個黃昆明香港人都應該熟悉他,就是在習近平上台之後 很多宣傳團,十九大的宣傳團,本來四中全會他還來的 但後來取消了,黃昆明就是這個宣傳團裡的成員 來到香港就是要講習近平思想、習近平精神 林鄭月娥和大約百多二百個高官都坐在聽黃昆明 在那裡說話的,所以他現在又是這個小組成員 除了這個之外還有一個丁薛祥,丁薛祥我剛才講過是習近平的寫手 所以你看一下如果再加上蔡奇等等的人 在這個小組裡面這些人全部都是習近平的精神 那種政策透過他們來控制著這個小組,這個抗疫小組 所以第一個大家看到,他原來是覺得這個是一個宣傳意識形態的戰爭 是多於一個防疫衛生的實務性質,這一點第一點可以反映得到的 第二點要看的就是,今次這個抗疫小組組長是李克強 表面上李克強你是總理,你完全可以去負責搞定些事 但是如果大家有留意過,在03年那個小組和08年文川大地震 當時中央都有一個救災的小組,後來溫家寶還直接飛到文川 四川裡面去視察的,但是我經常跟大家講,你要看中國的東西 你不要看表面,你要看到它的實質,這一類的小組 第一你要看它的實質運作,第二你要看它的權責 好了,習近平現在不做組長了,我立刻跟大家溫故之身 中共高層由政治局直接控制的,沒有公開的或者半公開的內部小組 大大話話,如果記憶中大概有15個,包括管治香港,港澳工作協調小組 好了,原來習近平在這15個小組裡面,他是做了粗略統計 他是做了10至11個小組組長,台灣小組也是他,財經小組也是他 加加賣賣大概10至11個,現在這個小組你說臨時加的 但是大家看習近平在很關鍵的那些來講,他就會自己做組長 尤其是容易控制那個政策,容易拿分那些 但是這個他們給了是李克強做 當然你說李克強都OK,因為為什麼呢 李克強如果按當年朱鎔基92年視察大水 跟著溫家寶去處理四川大地震,他們是拿到分的 後來那個民望是提升的,你可以說習近平給一張好牌 李克強上,你可以從這樣的角度去看 甚至上習近平他現在要日理萬機,還有其他東西要理 所以就委託,這個是官方公開講的,是委託李克強去處理這次疫情 從正面你都可以說習近平好,但是我經常講這一類小組 一定要看那個運作情況,必須要看這些小組是否有名有實 有權有實,還是有名無實,或者有責無權,這些才是重要的 我即刻跟大家又溫故之身講一件事,08年溫家寶去到四川視察的時候 總理可以調度很多東西,結果他去到一個地方 跟軍方講,現在有人有消息,裏面有很多顯塞湖,裏面有災民在裏 結果官方還是軍方怎樣,他說我們會處理的 結果當時在電視台,一個電視台是播過這個片段出來的 當時溫家寶大罵,他講過一句說話當時 你們是人民養的,你們是人民養的,走著喬吧,走著喬吧 他當時對著一些軍方人員說,為甚麼? 就是因為溫家寶作為總理,他管不到軍方 軍方一定由軍委主席出聲,當時是胡錦濤 但胡錦濤是否碰軍方,大家知道 現在李克強在這裏,他碰不碰軍方?不知道的,一定要看習近平 而習近平有三個人在小組裏面,而這三個都是負責意識形態的小組 不是真的實務,也不是點到軍方,如果你說表面上由李克強去處理 實質上的權力是在習近平,而習近平配不配合呢? 或者軍隊裏面怎樣動呢?我們不知道 當然我也會肯定,現在在武漢搞所謂小湯山模式的醫院 這些都是軍方幫忙做的,如果沒有軍方是做不到的 因為當年小湯山七日搞了一個防疫醫院出來,就是軍方做的 現在今次都講明陸神山、雷神山那邊的防疫醫院搞定了 如果完了之後不需要了,交給軍方,即是軍方在背後抗災,這點我不否定 但問題現在反正中國東西很多是政治化的,政治化就是上頭 他看見哪個人民望好,或者哪個人會邀功貪功等等 我不是講現在的情況,但這種文化是很容易影響到具體工作的 這已經是力見不爽的了 好了,看完這點之後,今次的名單裡面還看到一樣東西 就是王毅作為管外交工作的最高領域的負責人 不是全面,全面最高仍然是習近平,王毅在小組裡面 上一次的名單是由外交部副部長田奇玉 今次由國務委員高了兩級,為何會這樣呢 好了,這裡要講到世衛那邊的工作了 而世衛大家看到總幹事定剛剛去北京,王毅習近平都見他 而世衛較早以赦微票數,否決將今次武漢疫情 列入世界緊急事故處理範疇 好了,大家都說很公平,因為外國世衛都經過投票等等 但這裡必須要知道背後運作究竟是怎樣的 中國怎樣去影響,實質上是控制 原來在這些聯合國組織裡面一定有很多其他小國參與下去 中國跟這些小國透過經濟上去影響他們 你看看世界貿易組織等等都是這樣的,在聯合國投票大會裡面 即使是人權委員會,中國都是透過單對單不同的小國 或者第三世界國家,透過對他們的資助撥款 以至是免息貸款等等去打好這個關係 所以每次中國如果講人數數人頭來計算 他OK過贏的 另外還有一樣東西,今次世衛其中一個委員會 拿出名出來,他是世衛特法事件專家委員會主席 Dyder Holsen有名,我找的東西我不是憑空講的 他對外國傳媒承認了一樣東西,就是今次為何不將武漢疫情 列入緊急事故範疇呢?就是中國因素起了主要的作用 他講的不是我講的,所以現在世衛總幹事去到 中國一定從過去的事例顯示到,它已經報定了很多種 即是跟每一個成員國打好關係透過經濟誘因 然後關鍵時候他們基於經濟誘因就會配合中國的要求 如果講世衛本身的運作,又是很多問題的 因為世衛本身不同國家有自己的考慮 所以世衛自己本身的決策都很政治化的 已經先後近這十年八年裡面,先後有五次緩佈了疫情的 其中有一次就是在香港的陳馮富珍做世衛總幹的時候 伊波拉病毒,它反應非常慢,中間會否有其他政治因素呢 我們不敢講所有事情都有政治因素,但陳馮富珍做世衛總幹的時候 那個政治的角色全部暴露了,你看看阻折台灣參與世衛的行動 將台灣在內部文件裡面變成中國台灣,這些就是陳馮富珍任內裡面做的 你說政治的東西不管,但伊波拉病毒那次的爆發就是跟世衛很有關係 再講深一點,世衛它自己是有一個總部在日內瓦 但是有六個是在其他國家,而其他國家裡面的世衛辦事處就會受到我剛才所講的 國際政治背後經濟那種的誘因影響了,中國現在就去到這個位了 所以外國現在有一句說話,就是你看看過去中國被視為世界工廠MADE IN CHINA 現在外國人真的很有幽默,但這是黑色幽默,是怎樣呢 他就說把MADE MADE,不要了個E字,變了MADE,MADE IN CHINA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人家現在說瘋狂在中國,就是因為中國掩蓋疫情 搞到現在,最新消息了,西藏都可能出事了 跟著就是全世界很多地方,越來越多國家是有個案,這個疫情的個案 雖然有些是本土的,但是會不會是這樣慢慢慢慢擴散,去到人全人 這些就跟中共去掩蓋那個疫情是非常有關係的 再加上它是用它的影響力影響著世衛 所以為何人家將MADE IN CHINA變成MADE IN CHINA呢 到最近,國內又在官場裏便流傳了兩件事,這兩件事可能影響香港 第一件事就是,上級講到明,所有疫情不要影響士氣,不要影響外國人對中國的印象 所以盡量按照中央的口徑來報道,我又完全用公開的東西 武漢的市長最近主動接受中央電視台的訪問 他就說我寧可辭職,以謝天下 但是如果大家留意,他整個訪問裡面有一句,就說 我都不想這麼患的,不是隱瞞疫情 如果你說我隱瞞疫情,我歷史上污名,我都不介意 他漏了一句說話,就是因為我們的制度 令我不可以將疫情很快講出去,就是我上個星期所講的 所有疫情要先去到中央,中央就要考慮整個,有沒有外國鬥爭 外國利用這些機會攻擊中國,民心穩不穩定,會否影響經濟 中央是這樣想的,他怎樣說是對人民的福祉生命負責 千萬我經常跟很多朋友說,你還有幻想的話,你的判斷一定錯誤 這裏令到大家看到,原來最近流傳的,要不要被疫情影響春節經濟 衝一衝,他的意思就是抬一抬經濟,但這個衝在他們心態裡面叫衝起衝 明知中國經濟在下滑,所以現在要透過春節衝一衝起它 然後希望掩著,然後抗疫成功,不會影響中國經濟 一個這樣的思維下導致他們行動,最近國內流傳另一個經濟數據 就是說如果今次被世衛列武漢疫情進入緊急事故領域裡面 國內自己估計中國經濟會倒退二十年,因為外資就會撤走 大家現在看到很多國家在中國撤橋,南韓等等 跟著就是中國的政治化,你說不要政治化,但中國最政治化的 就是台灣美國想派人去中國,到現在中國已經拒絕了美國 台灣口頭大陸答應了台灣,但到現在都未有台灣人去那邊 中間是怎樣,是否台灣自己停止了,我不知道 但大家可以看到中共的政治化是令到整個疫情加倍失控 再加上原來他們的傳達在官場已經公開了,國內已經有網民傳達了 就是說這種疫情擴散不要讓外面製造了緊張氣氛,因為如果是這樣外面是撤資了 然後連中國自己的中產階級都工作受影響 如果一說到中產階級工作受影響,共產黨就會很重視 所謂重視就是怕其實很多人造反,就是由民間裡面那種抗爭 現在已經有視頻看到,武漢有些人已經忍不住要上街,結果被武漢公安去拘捕 這些來說是否官逼民反的現象,如果你連到知識分子中產階級都受到影響 不排除,不排除這個是一個種的,或者慢慢凝聚起來對政權有威脅 這個態勢出來,所以為何國內現在還那麼大力去掩住或者去壓住那個疫情 以至社會抗爭呢?就是因為他們是用穩定政權那種思維 而不是穩住民生人民健康那種思維來執政 所以跟大家講了那麼多這些情況,關鍵是令我想起這段時候大家在抗疫 但是國內仍然是搞春節聯歡晚會的,春節聯歡晚會裡面有廣東分場 大家如果記得,在廣東分場裡面就有人唱香港一位歌手葉振堂的歌 其中有一句就是問我國家那象染病,中國好人家不會染病 我聽到這句話我是非常感慨,我說即使你領導人身體不染病 但是你的腦是染病的,現在病情在腦上 你還猛言不知或者詐作不知的話,這就是全國全世界全民都會受到連累 所以今天雖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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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春期間 但都不能夠不多說一些提醒的說話,希望大家自己老百姓 自己做好自己的保護工作先,尋求自己存在,存在就是勝利 其他工作我们要继续关注,继续发声, 继续我们是支持前线的人员,医护人员,我们很尊重他们 我们也不希望官方利用他们的热乘来不照顾他们 我真的不知怎讲,我觉得他们这段时候那种勇艺 大家记不记得沙士时,好像谢阮民和当时还有很多医护人员 是牺牲了的,我们不希望再有这些无谓的牺牲 总之官方要多听民意,否则你们的罪是无可推卸的 今天已讲了很多,希望大家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不要再受任何折磨,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